字幕提供 西澈去年宣布要對網路上的惡評提告 並強調絕對不會寬待 近日他在個人頻道上透露 提告之後就很常收到警方寄來的相關信件 內容是通知已經抓到惡評者 詢問要怎麼處理 金西澈則表示律師曾問他想怎麼處理 他說都到這裡了 如果要和解當初根本就不會告了 表達了誠摯惡評者的決心 不過西澈中間也一度開玩笑說 還是如果Super Junior 16週年專輯 一個人滿一萬張就和解 這樣會不會被反告 引起聊天室一陣爆笑 此外他表示 有粉絲擔心他又心軟從寬處理 但他再次強調自己是不會心軟的性格 不需要擔心 接著在字幕上打上對惡評者的喊話 如果要毀掉別人的人生 就要賭上自己的人生 霸氣的宣言 但許多網友都表示支持與讚賞 藍色西澱 字幕志愿者 redin